明明去年我公佈許甫月收入12萬的時候 他們在罵我說查不清楚 要我好好的查 那我這次查得很清楚 監察院公開資訊 我複製貼上貼出來之後 他竟然說我是公然霸凌 我不知道為什麼公開 大家都可以查詢資訊 我再貼一次就公開霸凌 可以幫他們講 因為我前幾天公佈了 那個陳志涵他在這次選舉的5個月 總共領了100多萬 平均每個月領了20萬 然後陳志涵他就非常生氣的 那個發文罵我 他說我 那個對他是那個網路霸凌 並且洩漏個資 我覺得很奇怪啊 明明去年那個我公佈許甫月收入12萬的時候 他們在罵我說查不清楚 要我好好的查 那我這次查得很清楚 監察院公開資訊 我複製貼上貼出來之後 他竟然說我是公然霸凌 我不知道為什麼公開 大家都可以查詢資訊 我再貼一次就公開霸凌 而且他提到說 他這份工作他做的很辛苦 他陪 柯文去走大甲媽 然後走到腳破皮 歐車 晚上睡遊覽車非常辛苦 甚至他提到說 他的這些錢100萬 他其實有回捐一些 給辦公室部門辦尾牙 然後說的很多我想說啊不對啊 啊 月收入20萬走那個 走大甲媽怎麼了嗎 人家為了信仰去走一塊錢都沒拿 你為了20萬去走大甲媽 很多人願意去走好不好 更別說那個你什麼 回捐那個辦公室 給那個部門辦尾牙 很多主管都會這樣子 請大家吃頓飯 你請吃一頓飯是花多少錢 那花多少錢跟你那個領100萬沒有關係啊 我就覺得說 你就真的領那麼多 你就大方出來講說你值這個價錢嘛 不要一直這樣 找一堆藉口在那邊拗來拗去 很難看 台灣的眼睛 民視